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庚臣回味甲戌乙亥 这个八字 他是在说甲木日族生若 然后有庚金在共生 乙木合理庚金的话 还会帮甲木吗 各位 在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很多人总是在本命上 自己在那边打转打转 然后其实 对于自己的八字 就是会变成是神神晶晶的这一种特质 其实我们回归到一个五行流通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一个本命 他的一个本命是庚金克乙木 所以因为有乙木在 甲木他就其实他没有受伤 所以严格来讲 应该是说他的官运还不错 他的地支 三个财在这里 所以以他的本命 官运还算不错 然后财运也都维持的可以 可是他当他进入了这一个运 叫做乙酉的时候 天干出现乙庚合 所以他只有一个亏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原本他的官运就不见了 他的官运就不见了 后来地支曾有在 我们会发现到他的财心这一边三个 这边两个 所以他的财心是削减的 那他的官运就不见了 原本一个变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进入了 以有大运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是官运从原来的一个变成零格 财运由原来的三个变成两 所以其实进入到这个运了以后 他的一个运程 不管是财运或者是官运是下滑的 财运或官运是下滑的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运运就是这个水 原本三个来克他 变成两个来克他 所以他的运运会变比较好 运运就是贵人运 好 所以这个八字 你这样一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进入的这一个萤幕 有比较好吗 其实没有 反而造成他的一个五行流通 不一样 不见了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 我要跟各位讲的一件事 就是说在八字里面 其实你要看的是一个整体的流通性 然后来去做一个比较 而不是一直在学理上在打转 然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你也不知道 其实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假如透过流通的一种情况 你就会很清楚的去了解到 他到底是哪一方面会 哪一方面会不好 那这样子 你会批八字以后 再去找人实证 你再去找人实证 在实证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慢慢的去体悟 到底八字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就是往往这一步他走的不好 所以到最后学八字 他变成是一种恐吓学 或者是单单只会好问八字 但是一讲到实际的批八字就很弱 所以这个八字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学了八字以后变成了学者 就是乙更义合 这样子乙木还有没有帮助 各位就类似像这一种的提问 可是实际上 到底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 各位两手一摊还是不知道 所以各位在学八字的时候要记得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